半碗姜母鴨喝下肚 糗精濃度舊潮標高達0.28 一億春節酒駕高峰 北市警局加強宣導 提醒民眾就連半瓶啤酒都會出事 你不會有0.21 你都喝那麼多了 為什麼要開車 我也不會那麼衰啊 喝酒肇事造成終身遺憾 抱持僥倖心態 報應中就會回到自己身上 危壓期間 北市遠景 拍微電影宣導加強攔檢情務 架設多個藍茶店 又是為了要防止漢事發生 公眾人物帶頭做了最壞示範 喝酒還開車 自毀形象 當場被原警逮個正著 根據統計103年到105年間 酒駕死亡人數就高達413人 即使加重罰則 106年 肇事人數仍持續攀升 取締劍數高達11332件 尤其每年1到3月 肇事的人數就佔了全年 三分之一以上 如果酒精濃度超過 每公升0.15毫克的話 那就會受到一萬五千元以上 到九萬元的發揮 那如果說你的酒精濃度 超過0.25的話 那就是會去以法來做 移送法辦 彼是遠景炎打酒駕 強力宣導喝酒不上路 肇事駕駛不要以神施法 搞到家破人寶 才悔不當初 既黃橋壽香林 台北報導